为了响应国家数字化转型的要求 原来的网络已经满足不了数字化转型中许多场景的需求 所以近期中国联通推出了网络升级服务 在这方面联通也做了相应的提醒 一是短信告知 针对这部分用户都有提前短信提醒 二是营业厅公事 三是营丁显著位置张贴公告 三是专人回访 联通专门配备了客户经历 一对一回访告知用 针对网络升级客户 我们也进行三项补贴政策 第一购机补贴 第二化费补贴 第三套餐内资源补贴 在做好服务的同时 我们也争取做到让每一个用户能力 更多视频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